又是这个复活点 先看看上面的人怎么干事 看到他跑下来了 这波枪压得有点高 只打中他一枪 没打死就没什么机会了 结果下一秒就看到他冒烟了 被另一个人干掉 直接进辐射区吧 人机还爆红 应该是机械臂 进来之后我发现箱子竟然没有被偷 这局没有老鼠 话音未落老鼠就来了 救我的阳台 这个老鼠一点不练战 直到我追它三回就跑 OK 开出一招黑卡 又来了一个 请他吃颗雷 跑过去了 第二颗雷才是最可惜的 丢在了门口没进去 就差一寸他就被炸死了 被我吓到之后 他人就不见了 结果他直接化身老六 一动不动吓我一跳 我的天哪 你怎么在这儿呀 掉了一把精妹给他 下一局真的是官方少饭吃了 看我这个复活点 这个复活点去打boss 那是绝对是第一名 所以每次这个复活点 我二话不说撒腿就跑 甚至都不想管前面那个 拜拜了 尼泥 有胆你就下来找我 而且这个复活点 不用担心下面有老六 我一定是第一个 先把boss给他刷了 金色传说 我靠金光 兄弟们 开局两分钟拿到金光 会是什么呢 nice 一剑甲 而且还有黑卡 我现在都不敢看属性 不会又是老爷属性吧 千万别呀 先换上配件再说 然后丢出来看一下 防爆材料 爆炸伤害降低20 这个的话是不是老爷属性呀 应该可以降低手雷和榴弹的伤害是不是 你要说他老爷属性也行 但是还是有点用的 总比那些维修费降低还好多了 没错没错 不错不错 开局两分钟 拿下一件金甲 现在我又要格外注意了 因为死了80%会掉 机智就是这样 刚拿到的东西 你不撤退的话 被打死就很容易掉 脚底下已经来了一个 它还翻出来了 这人是没假的 可惜了 它的六级包没掉 脚下还有一个声音 快看 前面集装箱里面正在开武器箱 我翻上去会被它看到 所以我等它开其他箱子再打 不对劲 它怎么跑了 本以为错过了它 结果它跑去了一个箱子开 这是个好机会 一枪暴徒秒杀 估计又是个小瓢仔 同时后面也来人了 先给它吃一颗雷 这个人和我玩躲猫猫呢 我下来它就上房顶 然后又下去了 你在这儿干啥呢 帅哥 又没有爆红 包里做一些变卖物 开个箱子扬扬轻吧 可以 一根金条 我听到核道人机爆讲了 应该有人划锁过来 已经发现了它 这个过点没有打掉 直接掐雷 还尝我红榴弹 一颗雷塞到你嘴里 风可烟再填包 就怕有老六 不是吧大哥 又不掉装备 这群六套都不掉东西 是怎么回事 对了 那边还有个包 差点忘了 老样子 风一开烟 平时我都不疯的 主要这局搞到了一件金甲 所以谨慎一点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鼠 我的妈呀 包里没有药没有子弹 只有编卖物 这小子是纯来偷箱子的 回到boss点 又听到了一个脚步 不过它是胆小鬼 听到我回来后 三腿就跑 听到声音没 在下面还打了起来 听到这两把枪的声音 我掐着一算又是飘仔 飘仔才用大菠萝 所以我压根不想管它 直接去另一边辐射区 让我把黑门给吃了 这个黑门也被引我 所以还是封烟在打开 现在我已经了解了 辐射区各个能因人的点位 现在想引到我没那么容易了 这都是被打拆的经验 没错 没错 N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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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服了 又是个低宝黑门 这黑门算是废了 现在基本都是低宝 但是你还别说 这局我战备值也520万了 感觉自己都没怎么开箱子 但是战备值倒不低 最后这局也是成功撤退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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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